高雄市推动双语教学之后 由107学年度的四所学校 要进到108学年度的24所学校 相对的外籍教师也增多了 高雄市教育局特别为这一群外籍教师 举办圣诞节晚会 副市长叶匡时也亲自到场 现场气氛十分热弱 笑声不断 头戴圣诞帽 高雄市副市长叶匡时 邀集来自美国 英国 加拿大 以及南非等50名外师 在高雄举办圣诞节晚会 这也是高雄市政府首次举办 外籍教师人员的圣诞节晚会 主要是因为高雄市积极推动双语教育 让外籍老师的比例开始增加 为我们今年多聘了非常多的外师 那今天晚上呢 我们就借着耶诞节快要来临之前 请他们吃一个耶诞晚宴 让他们有这个温馨回家的温暖的感觉 How about you Jessica Jessica say 除了餐具之外 现场还准备了歌曲猜谜 和有奖争达 气氛相当热络 让来台工作的外籍教师 不至于在佳节感到孤单 叶匡时也其勉 并且感谢大家 能够为了高雄市的双语教学 付出心力 因为这些双语教学 他们也能不能只说英语 也能学习更多国家 通过英语 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 去帮助他们的经验 和世界的观众 好吗 所以在下一个月 我希望你们可以留在这里 一年再来 享受高雄的生活 好吗 好吗